现在车市买气持续转强 和泰车上半年的税后获利年增幅度高达25% EPS大幅增加来到了8块69 稳居获利王宝座 另外预日车则是以8块25紧追在后 把气车头流线外观 搭上model走秀为新车发表拉抬不少人气 车市回温 业者纷纷推新车抢势 继6月创下2005年以来 首度见到4万台销售规模后 7月更爆发出4万5143辆新车挂牌 就去年同期大增超过一成 创下近9年同期最高销量 就我们看车的人也没有少 所以我们是对今年30万30还蛮乐观的 买切火热 车望和泰车狂催获利油门 累计上半年合并营收达到794.67亿元 税后经历47.46亿 年成长高达25.85% EPS更交去年的6.91元大增达到8.69元 改写同期新高稳坐获利王宝座 日日车则以EPS8.25元紧追在后 前三期会好一些 因为大家都冲一些新车 市场还是需要一点刺激嘛 合并营收冲上182.7亿元 年增26.5% 但税后存益受到行销费用大增 以及汇损影响只达到24.76亿元 年间19% 日日车强调 转投资东风日产获利28.07亿元 较去年小幅成长 可望回补部分本业衰退缺口 预估全年车市上看40万台 对于下半年业绩展望十分乐观 福尔选的关于台北报导